一日戒備訊號是現證生效的 我們先看看海貝斯的移動路徑 在上午11時 海貝斯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是260公里 預計它會向偏北方向移動 時速大約是10公里 大致是移向廣東東部的沿岸地區 海貝斯現證是在香港以東大約是250公里的地方掠過的 如果我們轉看衛星景象 這就是海貝斯外圍的雲帶 有跡象顯示它的強度正開始減弱 我們預料海貝斯會在今天稍後 在廣東東部沿岸地區登陸 本地的普遍風力是不會顯著增強 但是如果我們看看雷達的圖像 就會看到海貝斯的外圍與帶正在影響本港地區 會為香港帶來驟雨 當海貝斯對香港的威脅解除的時候 天文台會取消一號戒備訊號 我們說一說今天的天氣情況 今天會大致多雲 有幾陣趙雨 由於受到海貝斯的外圍雨帶所影響 另一方面海面會有湧浪 而風方面會吹黃緣至清淨的北至西北風 稍後會轉吹西南風 而離岸間中會吹強風 再展望未來一兩天的天氣 會有幾陣趙雨 和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好嗎 OK